大家知不知道这位仁兄是谁呢? 在90年代 医学界这个人比很多韩星红 因为他发明了世纪绝症 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 因为艾滋病的病毒 很容易有抗药性 用一种抗病毒药 很快就有抗药性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像何教授那样 一次过同时间用几种抗病毒药 病毒想变种都赶不及 听说何教授最近都很忙 他打算用相同的理念 去研究新药对付新冠状病毒 不过这次他好像被人爬了头 解释这种新的治疗方法之前 我就要提一提 大家都听过有些人主张 就用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血清 输入其他病人身上 作为一种治疗 原理是因为康复病人的血清里面 是有抗体的 把抗体打进去新的病人身上 应该可以对付新冠状病毒 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不好处 我们身体里面的抗体 就由我们的免疫系统里面 有些叫做B磷巴球 B细胞 B细胞 这样可以产生出来的 我们身体肯定不是只有一粒B细胞 可以一大堆的 B细胞跟人一样 有人比较聪明 有人比较蠢 不同的B细胞 产生的抗体 也有不同的强度 有些对付新冠状病毒非常好 有些是一样的 所以在不同病人身上抽取的血清 那个疗效非常难以预计 比如我做医生 我觉得这个病人 这个新冠肺炎比较厉害 我想用一些比较强的血清 去对付这种病毒的话 我其实是没办法知道哪种是强 哪种是弱的 我只能够随手拿一份血清 看看效果是怎样的 等于你用药不能够 调剂量一样 当然人们很聪明 有些人想出一些特别的方法 专业选一些血清 里面有些很正的抗体 方法是怎样的呢 我就用图表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这个就是新冠状病毒 大家都看到上高就有那些 SPYPOTE 黏在人体细胞里面 红色一点点的就是了 我们也有三个B细胞 一只红色,一只绿色,一只蓝色 它们各自激化了 产生一些抗体 抗体有强有弱 蓝色的B细胞和绿色的B细胞 它们产生一些抗体 蓝色和绿色的抗体 专业针对S蛋白 会影响病毒进入细胞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感染我们 但是这一只红色的B细胞 它们产生一些抗体 就不太能够针对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S蛋白 所以这个抗体就没有那么有效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蓝色的B细胞和绿色的B细胞 好好培养它 实际是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两种比较好的B细胞 拿出来 将它和一些癌细胞 都是B细胞 不过它已经变成了癌细胞的B细胞 然后就用一些方法 将这些普通的B细胞 即是好的B细胞 加上一些有癌细胞的B细胞 结果我们可以做出一个超级的B细胞 这个B细胞 我们已经将永生赋予给它 这个细胞永远都不会死的 这个细胞永远都不会死的 它们会不断帮我们制造一些我们想要的抗体 即是可以针对到这个新冠状病毒上高的抗体 我们可以大量不停地收割这些抗体 因为这个抗体由一个B细胞 这个超级细胞 永生的细胞 制造出来的 所以它的来源是单一 所以我们叫做monoclonal antibody 即是单一来源的抗体 那我们将这些抗体 这些monoclonal antibody 收集在一起 就可以造成药物针药 打到病人那里 帮病人对付新冠状病毒 今天这家主角的药厂 他就抢了何大一的头淡汤 这家药厂叫regeneral 他厂出名堂 在去年他用同样的方法 用一些抗体 其实应该是两三种抗体一起用的 在非洲的刚果共和国 应该是在打仗 在一些早期的伊波拉病人身上 大家知道伊波拉死亡率很高 如果早期使用这些抗体的话 那90%的人都可以生存下来的 这家药厂现在就照版煮碗了 其实理念跟何大一一样的 他用两种专系对付冠状病毒 表面spike protein的抗体 同一时间用 即是说如果这个病毒有什么变种 影响到S protein上高有什么结构改变的话 他就有第二种抗体 打S protein的另一个地方 变成两种抗体一起用 就算病毒对抗体产生抗弱性 都不能够立即令药物没有效果 这个研究已经进到中后阶段了 会在美国有100个不同的地方 招收是有2000个健康的人 这次有1000个人 曾经紧密接触过新冠状病毒的人 他们就打算用这些抗体 打到这些健康的人身上 看看能不能够预防到 新冠状病毒感染到这些人 对这个结果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他可以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给点赞 订阅我这个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